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开头的视频 没错 这一次我们和广州的乐际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合作 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进行这样一次中国分挑战 体验了一把中国戏曲的魅力 到达目的地后挑战 正式开始 戏曲化妆和日常化妆的步骤非常相似 但是呢却有所不同 戏曲化妆总共分为六步 第一步是底妆 打底妆通常会用嫩肉色的油彩 纠正脸的颜色 涂上面红来突出鼻梁和颧骨 使人物的面部更立体 第二步是定妆扫红 也就是用散粉 固定油彩 以及用粉状的胭脂涂抹腮红 第三步就是画眼线和嘴巴 根据不同的人物角色 嘴唇的形状是有区别的 第四步是勒头 用布袋子把头勒紧 使眼角上扬 第五步是贴片子 不得不说贴片子 真的是瘦脸神奇 贴完以后我的脸小了一圈 第六步是贴头花 戴上这些精致的妆饰品 整个人显得非常的精神 妆容虽然好看 但是头上的饰品又重又沉 这使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头晕恶心眩晕感 逐渐袭来 整个人昏昏沉沉 走两步就好像要摔倒 但是这也让我意识到 从事戏曲工作的演员们 他们的不容易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们能看到戏曲演员 在舞台上猖念作答 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着实令我佩服 每当我们提到戏曲时 我们总是将其归纳为老人的专属 而我周边也几乎没有朋友喜欢 或者是平时会去听戏曲 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喜欢听戏曲了吗 我想答案或许是因为 国粹戏曲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文化意义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 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难度 因此选择更易理解的现代流行音乐 是这个快节奏时代中更好的选择 说实话 我个人对于戏曲一直处于一种无感的状态 甚至可以说 我觉得它听起来非常的嘈杂 吵闹 在这次中国分挑战之后 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 国粹的魅力 国粹的经验 与此同时 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 能够开始了解 并且喜欢上这样一种文化 感谢观看